也要来关心意后解封校园室内口罩禁令将在明天解除 此外航港局4号也公布了指挥中心核定松绑国际邮轮防疫指引 原本自主防疫期间要搭邮轮的旅客登船时 必须要提供两日内的快晒阴性证明 而且在船上每两天要快晒一次 不过现在改为有症状才要来快晒 但业者认为放宽力道不足应该要全面解封 对此卫福部长薛瑞仁认为还是必须要按部就班的来 大型邮轮穿梭在冰山之间 法国顶级破冰驱兵邮轮即将首度造访台湾 日历号3月24号从基隆港首航前往日本展开11天的跳岛游 而我国航港局也在4号公布指挥中心核定修正松绑国际邮轮防疫指引 原本自主防疫期间搭邮轮的旅客登船时必须提供两日内的快晒阴性证明 而且在船上每两日就要快晒一次直到自主防疫结束 不过现在改为有症状才要快晒 所有反台旅客也比照机场领一季快晒有症状再使用 邮轮公司也准备好了 我们船上的这个在任何场所来讲 它还是有所谓的类似的清洁酒精的消毒啊这一些 那我们本身的船上还有所谓的负压隔离品房 都随时stand by 一后各国大厂观光客游轮市场也拼复苏 不只接龙港三四月高雄港也会有几艘游轮停靠 甚至以高雄港为母港 另外国际游轮诺蒂卡号一号首航 也会来到台湾东部停靠花点港 尽管指挥中心核定松绑国际游轮防疫指引 但业者普遍认为放缓力度还不够 这都安部就搬来啦 我们也没有特别针对游轮去做什么样的放缓 而是一致性的一些规定 有学者评估国际游轮市场预计今年底 有机会恢复疫情前的水准 但台湾游轮市场防疫放宽速都慢 可能要到明年甚至更久才会复苏 记得上次报道